我们先看一节经文 约翰福音十章十节 说到此以来 无非要偷窃 杀害 毁坏 我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这是我们丰盛生命教会 就是从这节经文来的 那我今天和大家要分享一个题目 我前面一直和大家分享属灵征战 但是我今天 神又感动我有一点点的变化 我今天想分享一个 从得救到得胜 然后小题目叫舍己顺服 舍己顺服 我这段时间还是好些弟兄姐妹 在一些分享过程当中 也在小组和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 我就看到关乎这个得救和得胜 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会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了 或者甚至有一些的不是太明白的 再来我知道我们最近 有十位的弟兄家人前面受洗的 最近有好多在我们当中 信主时间不是太久的 我觉得需要对这方面的真理 有更清楚的认识 就是我们在主里面 很长很长时间的 我们需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 提醒大家走在这条 从得救到得胜的道路当中 那么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舍己顺服 我们先看一下得救 这个我很快就过去 很快就过去 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 上帝爱世人 神自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 交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阿妹 哈利路亚 这个经文好不好 哇太好了 这个经文拜读不厌 所以说凡信他的 这个信他的独生 交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所以我相信我们中间 一相信主的 你信主的就不致灭亡 这个叫什么 神的怜悯 我们每个人应当 都是活在罪中 所以我们本来每一个人 都是要受惩罚的 但是我们今天不用 上帝不惩罚我们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上帝的怜悯 不致灭亡 他不但不让我们灭亡什么 反得永生 那永生是我们不配得的 我们本来不配得的 今天上帝他赐给我们 这个叫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的上帝 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其实在我们 今天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神的怜悯和恩典 也一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约翰飞一章十二节 说凡接待他的 就是信他名的人 他就赐他们权柄 做上帝的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 相信耶稣基督 上帝就赐我们权柄 成为上帝的儿女 我们已经有了 儿子的名分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这个是极大的一个恩典 然后马可福音十六章十六节 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不信的必必定罪 这说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就是信而受洗的就得救了 不信的就定罪了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求主来帮助我们 这是我们基督信仰 耶稣基督 因为他在十字架上 做成了一个极大的救恩 这个是一个礼物 哈利路亚 我们今天愿意接受这个礼物 愿意相信的 就是接受这个礼物 我们就得着永生 我们相信的 我们就得救了 这个我们没有做什么 但是是因为我们的耶稣基督 他付上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这个礼物是白白的一个恩典 那不信的就被定罪了 所以无论我们过去如何 无论我们过去如何 我们神的恩典都大过一切的罪孽 无论你过去是好人坏人 你只要是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那你在他的里边 就可以蒙恩得救 罗马书十章九节 也说得非常清楚 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教他从死里复活 就必得救 因为人心里相信 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 就可以得救 所以我们心里相信 我们口里承认 我们就得救了 哈利路亚 大家要不要这个恩典 要不要把这个恩典 告诉你身边的家人 哈利路亚 不好意思 我嘴有点干 所以说有人说了 有人说 哎哟 你这个上嘴皮子 和下嘴皮子碰一下 你就上天堂了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的 是不是我们 带一个角子祷告 然后说一下 你就得救了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不知道了 但是我相信这是第一步了 如果你心里真正的相信 口里承认 心里真相信 口里承认 我们就是相信 你就得救了 因为这是一个礼物 这是一个礼物 哈利路亚 所以礼物就是 你心灵的礼物 你愿意敞开你的心 来接受 你就可以得着了 阿们 所以我们真的是 在这圣诞的季节 我们要勇敢地传福音 把这样的救恩 告诉我们身边的人 当他愿意打开他的心 当他愿意张开他的嘴 他就可以得着 这样一个美好的救恩 这是约翰福音五章二十四节 也说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那听我话 又信猜我来的 就有永生 不至于定罪 是已经出死入生了 所以信哪猜我来的 就是信我们的救主 耶稣基督的 就有永生了 是已经出死入生 所以本来我们的结局 是死亡 是地狱的火火 但是今天 我们本来生下是要死亡 但是今天迎着耶稣基督 我们就可以怎么 出死入生 约翰福音三章十八节也说 信他的人不被定罪 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子的名 所以天上人间 没有第二条道路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只有这一条道路 只有耶稣基督的真理 道路生命 不借着他 没人能到父那里去 所以信他的人 就不被定罪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阿妹 所以我们当中 我们相信的 就不再被定罪 这个很重要 很重要 求上帝来开启我们 来帮助我们 让我们里边 每天有平静安稳的心 因为耶稣基督的宝血 大过这一切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想问一下 我们中间 今天有没有 还不信的 刚才来的新朋友 都信主了吗 新朋友都信主了吗 还不信 是没信的是吧 信了是没信 信了 没有信的 有没有 都信了是吧 都信了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最后大家 这个 所以信的人 就不必定罪 不信的人 罪已经定了 因为他不信神 独生者的名 以弗所书 二章八到九节说 你们得救是奔护恩 也怎么 淫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所以这个 与我们的行为 没关系 完全是上帝的恩典 是靠着我们的信心 靠着我们相信 我们就得着这个的恩典 这个经文 我就不多说 罗马书三章 二十三节说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上帝的荣耀 如今 却蒙上帝的恩典 因耶稣基督的救赎 就白白地称义 即使这样 哪里有能夸口的呢 没有可夸的 用何法没有的呢 是用 用何法没有呢 是用 立功之法吗 不是 乃用信主之法 感谢赞美主 阿们 哈利路亚 这就是我们和其他信仰 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很清楚 很明白 我们不是靠着行善 我们不是靠着积德 我们不是靠着修炼 我们是靠着什么 信主 是立 这个信主之法 不是立功之法 我们相信 耶稣基督 我们就蒙恩得救 这是 我们基督信仰和别的信仰 不同的地方 我们有时候 有的人会心里不平衡 我前天 还有我们朋友们 在一块分享 说哎呀 那个杀人犯 那个强盗 你信耶稣 你就也上天堂了 这太不公平了 公平不公平 这个是上帝的恩典 如果你能想到 都是上帝的儿子 如果你有八个孩子 你的那个孩子 那个那个 最差的那个 今天你也是一样的爱他 你给他一条处路 他愿意回转的 你都接纳他了 今天在天父的眼里 都是他 按照他的形象 样式所造的 每一个人 都是他所爱的 所以当那个浪子 当每一个人 他就无论他过去如何 他愿意回转的时候 上帝今天 在耶稣基督里边 都完全地接纳他 所以这个是公平的 是因为我们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他做了一个 不公平的事情 是他担当了 全人类的罪 他在十字架上 他受到了上帝的惩罚 他做成了这样一个 美好的救恩 所以今天你信 你就得着了 你信就得着了 所以说得救 和我们的行为无关 只在乎信心 就能白白地得着 只要有信心 这就是我们信仰的道路 就是信心之路 不是靠理性 不是靠其他的 是靠什么 不是靠你懂这个 是要靠信心 当你心打开 你愿意接受就得着 所以得救的条件 就是相信基督 相信基督 当然马可书英也说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但是我们相信 信实与救恩有关系 但它不是必要条件 必要条件就是 相信耶稣基督 那么得救的结果 就是罪得赦免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全部得着赦免 我们在神面前 就是一个圣洁的人 阿们 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罪就全部被赦免 所以圣经说 在哥林多书信 说哥林多几章 说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都变成新的 所以在耶稣基督里边 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在罪得赦免 我们得着什么 永远的生命 然后怎么 圣灵内住 阿们 告诉你自己说 圣灵内住 这个很重要的 你确定不确定 你里边住的圣灵 这是那个最关键 最关键的 我记得以前 那个马来西亚 那个陈真祥老师 来这边给我们讲的时候 他就说了这个 给你孩子找对象的时候 看什么 第一 要看他里边 有没有圣灵内住了 有没有圣灵了 如果没有的话 就拉倒了 考虑都不用考虑 想也不用想 如果他在主里边 下面我们要说得胜 是得胜者 那当然更棒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但是最起码 他里边要有圣灵的内住 证明他什么 上帝的儿女 所以成为上帝的儿女 就是什么 不自灭亡 阿们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 我们就相信 我们已经蒙恩得救 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那个平均是什么 就是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 约翰福音说 圣灵内住说 耶稣又对他们说 你们平安 父子羊猜浅了我 我也照样猜浅了你们 说了这话 就像他们吹了一口气说 你们受圣灵 所以当耶稣基督 升天前 就像梅头吹了一口气 他们里边就有什么 圣灵的内住 这就是他们得救的一个凭据 哈利路亚 前两天我们在小家里面 有人说 哎呀说我这个信主了 那我每天还在犯罪了 每天还在发脾气了 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了 到底有没有得救 有没有得救 如果你信 你每天都 你是不是每天都还在犯罪的 今天早上起来到现在有没有犯罪 有没有 说实话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你说什么是罪了 那个罪太多了 那要是说罪的话 罪像头发丝一样 守不清的 对不对 你说我又没犯罪了 我刚才站在讲台上 我都觉得我还在犯罪的 我的脑子里面 是不是这样的 我们信上帝 可能常常还活在 一个负面的当中 消极的当中 这也在神的眼里 一个没有信心的当中 小心是不是罪 所以我们都常常还在犯罪 但是你是不是 与你得救又没关系了 你得救了没得救 哈利路亚 所以说如果你里边 有这样的挣扎 我相信你是已经重生得救了 阿妹 如果你都真的犯罪 没有一点点反应 你真的犯了 还开心了不行 那我说你还没信主的 如果说你里边有挣扎 说我怎么又软瘦了 我怎么又失败了 我怎么又跌倒了 我怎么又犯罪了 那说明什么 你里边已经有圣灵的内住 哈利路亚 说明你已经得救了 你已经有永生的盼望了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所以当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内住 我们就对罪比较敏感 我们也不愿意犯罪 但是你发现 你愿意的你没有做出来 你不愿意的 你偏偏又去做了 有没有这样 常常会这样 对不对 所以连保罗都在呼喊说 我哭啊 所以我们要依靠上帝 阿妹 但是证明你已经得救了 亲爱的家人们 所以不用怀疑 不用疑惑 不用挣扎 如果跌倒了 就站起来 爬起来 继续向前走 阿妹 哈利路亚 软弱了就靠着耶稣基督 再一次的刚强起来 哈利路亚 如果你有首灵同伴 就告诉你首灵同伴 让他为你祷告 为你祝福 哈利路亚 哇 感谢主 所以有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 以弗所说 这圣灵 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 只等到神 子民 北俗 是他的荣耀 得着称赞 所以今天里边 这个的圣灵 就是那个凭据 我们叫deposit 我说就像我们买房子 已经交了首付了 这个房子 应当就是你的了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那你一生 在不断地成长 不断地成长 到最后就怎么 完全地得赎 完全地得赎 所以罗马书这也说 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当我们里边有 圣灵的时候 圣灵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属神的了 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了 我们不属黑暗 我们是属耶稣基督的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这是得救 所以不论我们是 好人坏人 上帝都完全地接纳 但得救之后 上帝就要改变我们 我们不能停留在 满足于得救 紧紧地得救 我们得救之后 上帝就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做美好的事情 他是我们要成为 他的一个杰作 活住他的形象 做他所喜悦的事 于是我们就从一个 得救者 成为一个 得胜者 阿妹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要不要成为得胜者 就说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这个非常重要 所以求上帝来帮助 所以我们得救以后 我们就会走在这条 得胜的道路当中 所以过去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灵就重生了 所以我们就因信称义 我们的灵 当下就重生了 所以说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是新造的人 有时候我刚信主 我会怀疑 说我哪是什么新造的人 我每天还在骂太太 每天还在抽烟 每天还在发脾气 我哪像个新造的人 一点也不像 但是上帝看我已经是新造的人 因为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 阿妹 哈利路亚 我们的灵已经全然得救 所以上帝看我们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的得救 我们的得救是有一个过程的 我们今天 当我们信耶稣基督 我们的灵就得救了 哈利路亚 相信不相信 所以你里边的灵 和耶稣基督一样的纯洁美好 因为圣灵在你的里边 阿妹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这个要很确信 我们的灵已经得救了 已经得救 以马内利的神 已经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但我们的生命需要不断地成长 那是什么 是我们的魂的生命 所以现在是魂的变化 我们每一天 每一天 每一日 每一日 每一年 我们的魂一直在变化 2024年已经过去多久了 过去十一个月了 我算是还可以 已经过去十一个月了 这十一个月 你感觉到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 有没有变化 那是你魂的生命的变化 哈利路亚 如果真的没有变化的话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我们今年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让这一个月的时间 不要白白地过去 阿妹 哈利路亚 让我们明年更是有一个新的开始 有一个新的开始 所以说现在是魂的变化 心思意念的 更新变化 心意更新而变化 教我们查验 何为神 善良 纯全 可喜悦的旨意 那是什么 舍己顺服 阿妹 你的魂才能变化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上里边 马林和我们讲到这个 这个伊利亚 他专门还问我的 说如果上帝 让你现在回中国 还回去不回去 如果上帝感动的话 要不要回去 我其实要顺服 对吧 我是坦白讲了 其实我五年前 我去中国的时候 我并不是太想去的 我不是特别想去 但是神感动就去了 哈利路亚 那这次回来的时候 我也坦白讲了 其实我不是特别想回来的 我真的不是特别想 因为我已经习惯那边的生活了 那边的天气 那边的气候 那边的我的朋友 我的弟兄姐妹 我也都习惯了 我当然很想念这边 是吧 但是我并不是特别想 但是神感动就回来 哈利路亚 这叫我的十字架 阿妹 哈利路亚 不过我也很感恩 很感恩的 当我回来以后 前一个月 我们那边的教会就被冲击了 就被冲击了 当时有十几个的警察 什么国宝的 哇 剧委会的 一下就把那个点给冲击了 进去以后翻箱倒柜 东西翻了一遍 把好多书都拿走了 然后把他们四个童工就带走了 哇 我就很感恩了 我如果当时在的话 把我带住的话 我 我 搞不好 我这辈子可能不一定能见到大家了 哈哈 有这个可能性了 因为我已经两次了 已经两次 他们已经和我谈过两次 第三次的话 一定会有刑事犯罪的记录了 就是 哇 感谢赞美主 那天那姐还跟我说 听说 我说哇 上帝太爱你了 我也想 哇 上帝太爱我了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但是我真的是想回去的 我真的想去看他们 但是神没有感 神感动 我们就顺服 哈利路亚 这个就是魂的变化 舍己顺服 就是每天放下自己 每天放下自己 每天放下自己 阿妹 星期六那天 我太太现在去奥克兰去 就去看我那个小外甥去了 因为女儿需要照顾一下 她请的人不在了 走了 然后那个马上去 两周以后她的公公婆婆就来了 我就特别想好她去 哈哈哈哈 我就祷告上帝 上帝没感动 我就不去了 哈利路亚 这个是不是顺服了 这个就是舍己和顺服 哎呦 不要夸我自己了 感谢赞美主 求上帝的怜悯 所以说 现在是一个魂的变化 舍己 每天舍己顺服 那么将来是什么 将来当耶稣基督再来那一天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灵魂得救 灵魂得救 魂在得救的过程当中 然后到耶稣基督来那一天 我们全然得救 身体得救 阿妹 哇 我一想到这一点 我就激动万分 哇 我一想到这一点 哇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什么都不算个什么 我们也知道 主来的日子 真的越来越近了 哈利路亚 我们身体得数的日子 越来越近了 感谢赞美主 阿妹 哇 所以你长得漂亮 不要那么骄傲 哈利路亚 长得差的 我们不要自卑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哇 我看到我们刘武弟兄 笑得最欢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他什么意思 哈哈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哇 那天我们身体全然得救 无比美丽可爱 知道吗 这就是我们的盼望 这是我们太大的盼望 感谢赞美主 所以路加福音这说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 来跟从我 所以我们今天要天天 是说天天 阿妹 圣经是以篇幅有限的 其实应当中说什么 死死 哈利路亚 每时每刻 阿妹 要每天跟着我们的主 背着十字架 来跟随主 这就是主什么 门徒的道路 所以舍己是什么 舍己就是俯认自己 就是不断地放下自己的想法 不断地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 我们的想法是不是常常都是为我们自己的肉体安排而考虑的 对不对 常常是为我们魂的生虑 按照过去的时候完完全全是按照我们心中的喜好形式 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哈利路亚 我行我书 这不是我们每个人过去的光景吗 对不对 今天还是不是这样的 有时候昨天晚上 我到十一点多了 我肚子真的饿得慌 我说我家里面有点 我太太走之前专门吩咐我 我说甜食不能吃 油炸的不能吃 我说没人给我炸油的 但是我家真的有甜食的 有饼干 到十一点我就很想吃的 我正要准备吃的时候 里面就有一个声音 不是从太太来的 我相信 可能太太说的话也管点用吧 但是里面就有个拦阻了 里面真的有个拦阻了 我说我就不吃了 哈利路亚 我就把我的想法给放下来了 我就把我的那个动作给放下来了 哈利路亚 这个就叫辅定自己 阿妹 感谢赞美主 我其实我昨天 我也很想去 有一个的朋友 过去还没 我很想去那边 和他有一些怎么样 但是后来因为事件的关系 后来我也是就把我里边 那个想法我就放下来 所以什么叫舍戒 舍戒就是不断地放下自己的想法 喜好和决定 过去很喜欢下棋 很喜欢打扑克 所以都很喜欢搓麻将 哇 那今天把这些放下来 很喜欢看电视 阿妹 神经的感动 你说不用看电视了 来教会聚会吧 哈利路亚 哇 早上很想在家睡觉 里边感动 去教会聚会吧 哈利路亚 这个就叫什么 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的想法 喜好和决定 代替以上帝的想法 喜好和决定 这就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所以背十字架 是天天要做的选择 每天都要做的选择 所以爱父母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爱爱女过于爱我的 不配做我的门徒 不背着他的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配做我的门徒 哈利路亚 所以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No.1 耶稣是我们生命当中的 First 是第一位 哈利路亚 永远耶稣都是第一位 当我们把耶稣放在第一位 你发现神会给我们恩典 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智慧 我们可以更好地照顾我们的家庭 可以更好地爱我们的太太 爱我们的儿女 阿妹 相信不相信 感谢赞明主 这个就叫 感谢主 弟兄太棒了 感谢赞明耶稣 哈利路亚 所以一个人信主后 就成为主的信徒了 我们一相信 我们说 我们因信称义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我们就成为一个信徒 成为一个believe 我们就相信 这是一个信徒 哈利路亚 但需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来跟从主 就是什么 就是主的门徒 这个叫design 就是原来是学徒的意思 所以门徒是跟着老师学习的 我们的老师当然就是耶稣基督 阿妹 哈利路亚 但是可能也包括我们的属灵的长辈 我们属灵的长者 我们在主里面时间久的 可能我们有更好的一些属灵的经验 有更多的开启 我们也需要向他们来学习 哈利路亚 感谢赞明主 但是我们更重要 我们是跟着主 紧紧地跟着主学习的人 就是主的门徒 就是一个得胜者 阿妹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 成为得胜者 我以前到底什么是得胜者 下面我们会说 得就是一瞬间的事情 你妈妈生你的时候 也不容易的 是吧 但是生的就是一瞬间 生出来就生出来了 我们在主里面 冲生得救也是 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圣灵瞬间就进入你 你就重生得救了 哈利路亚 你就称义了 你就蒙恩了 但是 那是一个信徒了 成为门徒 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的过程 哈利路亚 你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所以得胜者 它是一个过程 以前我也会想 到底达到个什么程度 才算一个得胜者 这个真的很难定义 我们每天活在得胜的当中 那你将来就是得胜者 阿妹 越来越得胜 越来越得胜 一天比一天更得胜 阿妹 感谢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所以一天比一天更得胜 一定是这样的嘛 对不对 过去的坏毛病 一天比一天减少嘛 是吧 越来越像耶稣嘛 越来越谦卑 越来越温柔 里边越来越有良善 越充满了慈爱 你就是得胜者嘛 你里边的圣灵的果子 结得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那你就是得胜者 哈利路亚 无论在任何环境下 你都彰显耶稣基督的性情 彰显耶稣基督的荣耀 那就是一个得胜者 但是这是一个的不断的一个过程 你会一天比一天更美好 阿妹 只要你跟随主 上帝会帮助你 圣灵会帮助你 让你心意更新而变化 所以说 当我们一信 就重生 一信成语就成为信徒 但是现在当魂 舍己顺服 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 我们的魂就不断 我们的思想情感一直不断变化 我们就走在这个门徒 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 门徒原来就是学徒 哈利路亚 是跟随耶稣继续走 继续走 一直走直到我们见主的面 阿妹 哈利路亚 那我们就成为什么 我们信我们就得救 我们不断地顺服 不断地舍己 不断地放下自己的心思意念 顺服神的 按照神的心思意念 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使为人 那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那将来我们说什么 将来我们的身体得数 复活被体 我们在主里边就是什么 得荣耀 哇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感谢主 哈利路亚 哇 这是太大的盼望了 这是多大的盼望 感谢赞美主 我们这条路是非常明白 上帝给我们开的一条 奇妙的道路 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 不但让我们 从一开始因信称义 我们走在这条 得胜的门头的道路当中 我们将来可以复活被体 我们可以怎么 得荣耀 哇 这个是太大的盼望 是你想象 所以圣经说将来赐给我们的 是你眼睛没有看过 耳朵没有听过 人心也没有想象过的 远远超过你所求所想的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哇 所以当基督徒好不好 有时候看我当基督徒一天多辛苦 又不能这样 不能那样 哇 你知道那个盼望有多大 有多好 其实今天 神就让我们抽象 那个天堂的滋味了 哇 神今天就有我们同在 他今天就把平安喜乐 也放在我们的里边了 你发现你每一次的顺服 你里边都有一个极大的喜乐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上帝都有奖赏的 感谢主 哈利路亚 赞美主 所以得就是信主就可 是白白的恩典 但得胜是一个成长的历程 是需要付代价 需要放下自己的 得胜就是指什么 胜过魔鬼的试探 肉体的情欲 各样的罪恶的挟制捆绑 世俗的引诱 遵行上帝的旨意 所以走在这一条 我下面写到什么 绿败绿战 我们信一约 我们一定会有失败的经验 一定会有软弱 但是不用害怕 阿妹 继续向前走 感谢主 你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 你就会成为一个得胜者 哇 这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了 已经一科了是吧 好 我再好 大家说一点 使徒行传十四章二十二节说 兼顾门头的心 劝他们横手所信的道 又说 我们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 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二节说 天国是努力进入的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所以信耶稣是白白的恩典 阿妹 但是成为得胜者 需要经历一些的艰难 但是大家不要觉得这些艰难 就多么的可怕 艰难就是刚才我们说的 当你愿意放下你自己 哈利路亚 当你愿意遵行 顺服上帝的旨意 在世人的眼里 在别人的眼里 看来好像是一个艰难 但是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 你里边会有极大的喜乐 你会以苦为乐的 不是什么难的事情 阿妹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我好几次我看到 那个搜寻姐在那边 收拾花园 在那收拾那个 哎呀 我就觉得太不容易了 对我来说 我觉得太辛苦了 但是感谢赞美主 神感动他的心 他在神家里面 这样的付出百上 我相信也都有神的恩典 我今天早上真的 祷告的时候 我就想到我们的 陈孝平弟兄 我就说我们的 这个一辈子了 这一辈子 我们不知道面对什么事情 我们这一辈子 我们不知道遇到什么事情 像我今天在讲台上的 对不对 我今天是主角 是不是 我今天是那个 是那个电影里边的主角 我们下面是 刚才梁玄在上面 是和我们一起的 是吧 她是主角 是女主角 但是后面还有好多配角 还有做招待的 刨龙套的 你知道不知道 那个奥斯卡金像奖 他是不是绝对是 发给主角的 不一定了 有时候配角 会拿奥斯卡金像奖的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人生 在这个地上的话 上帝是那个大导演了 我们每一个人 是演那个角色了 上帝跟我们不同的角色 我们就是把我们的角色演好 哈利路亚 像越利米 越利米多辛苦了 和西亚多辛苦了 和西亚上帝说 你去把那个妓女 娶回你家里边来 然后那个妓女怎么样 又跟着别人私奔了 然后别人还生下孩子 然后上帝说 你把她娶回了 把那个孩子再收养了 要是我的话 你拉倒算了吧 我可做不到 但是越利米就是顺服上帝 那就是他的角色 他在地上演出一个很好的 上帝让他演的一个角色 辛苦不辛苦 那就是他的辛苦 那就是说 进入神的国 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了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 他量给我们各样的 不同的环境 在不同的时间 他量给我们不同的环境 但是我们相信 是要让我们成为什么 成为得胜者 阿们 上帝借着这些的环境 是要让我们得最大的益处 然后每一个人的生命 都被建造起来 阿们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所以我们就这么 欢喜快乐 所以天国 是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努力的人就得着了 我再看两个图 一个说 所以天国 广义的指示上帝掌权的范围 狭义的指什么 基督再来后 所建立的千年国度 得胜者将在其中有份 并获得奖赏 与基督一同作王 这是天国 我们把这个看一下 所以说 我们经过什么 我们知道经过旧约时代 从上帝创造亚当 夏娃 经过挪亚时代 一直到上帝 解决亚巴拉罕 以撒亚哥 到以色列国度 我们说整个 到耶稣基督再来前 把这一段 我们把它叫做旧约时代 叫做旧约时代 然后耶稣基督来以后 特别是他从死在十字架上 升天复活 保护着圣灵浇灌下来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 新约时代 我们现在活在什么时代 活在新约的时代 阿们 哈利路亚 这个很重要的 很清楚 你要知道这个时间段 非常的重要 你的人生的态度 可能不一样 我们说旧约时代 和新约时代 加起来 大约六千年的时间 你说凭什么这样说的 为什么这样说的 上帝说 他用了六天 造天地万物 然后第七天 他就安息了 这是圣灵仙的开启了 圣灵仙开启 今年的以色列年 应当是五 五八七五年 是吧 五七八五年 五七八五年 所以犹太利 是与这个人类的历史 是比较相近的 我们这个是新约 是耶稣基督 这样从公元纪年开始 犹太利是从一开始 所以叫五七八五年 五七八五年 大致六千年 六千年 就是耶稣基督来的日子 就是上帝用六天 创造了这个世界 上帝看千年如一日了 所以一天代表一年 第七天安息了 所以我们人类的历史 也是大致就是六天 六千年 然后当新约时代 接受的时候 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在地上建立一个什么 千年的国度 千禧年 这千年的国度 是属于什么 得胜者的奖赏 阿们 哈利路亚 然后就是什么 新天新地 感谢赞美主 所以我希望的就是说 我们丰盛生命 教会的每一位的家人 都能成为得胜者 都能做主的媒妇 都能进入千年的国度 与耶稣基督一同智掌王权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把荣耀归给上帝 阿们 好 我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太重要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求上帝来帮助我们 哈利路亚 感谢赞美主 感谢赞美主 哈利路亚 来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祷告 哈利路亚 为你自己祷告 如果你还不是很清楚 你已经重生蒙恩得救的 可能你信主时间不久 你不是特别清楚的 你向上帝继续来祷告 向上帝继续祷告 让神的灵 充满在你的心里边 让圣灵内住在你的里边 让你很清楚 你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 如果你已经很明白 你已经重生得救的 我们今天要走在这条 成圣的道路当中 要学习做主的门徒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要学习什么 舍己顺服 舍己每天放下自己 每天放下自己的想法 放下自己的喜好 放下自己的兴趣 放下自己的里边的一些 从自己来的一些的想法 让我们去什么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 来走在这条门头的道路当中 阿妹 为你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可以来唱一首回音歌曲 深深爱你 我们用这首歌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信息 我们也领了圣餐 我们说 告诉耶稣 说我们深深地爱你 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爱耶稣 哈利路亚 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最渴慕的一件事 就是爱慕我们的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来跟随他 来走门徒的道路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们真的感谢你 哈利路亚 我生命当中最渴慕的一件事 却慕你 单单寻求你 我生命当中最渴慕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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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爱你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神秘中一件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生命当中最渴慕的一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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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生命当中最渴慕的一件事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神秘中一件 我生命当中最渴慕的一件 神神爱你 耶稣 神神爱你 耶稣 我爱你耶稣 走在这条得胜的道路当中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自己来祷告 我自己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拉巴 沙沙巴巴巴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如果你有感动的 如果你里面 你觉得我走在这条路上 充满了挑战 你觉得不确定的 你愿意走在这条得胜的道路当中 你可以到前面来 你说我要成为一个得胜者的 成为得胜者 或者说你还不确定 你真的蒙恩得救的 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可以为你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可以到前面来 我们为你祷告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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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到前面 可以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我们为你来祷告 让我们的带导者为你来祷告 我在这儿为你来祝福 为你来祷告 我们要成为得胜者 哈利路亚 往前面 往前面走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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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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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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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赞美主 赞美主 如果你愿意成为一名得胜者的 勇敢地到前面来 勇敢地到前面来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主 你说不要自作一个信徒 我要成为耶稣的媒陀 而且走在得胜的道路上 而且我们的带导者 他们来祷告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主耶稣 我们赞美你 赞美你 赞美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继续来唱妇歌 我们请到前面 可以请爱你耶稣 神神爱你耶稣 我爱你 超越神秘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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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超越神秘中一切 神神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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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摩 高摩我们的弟兄 高摩我们的弟兄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超越生命终一切 神圣爱你耶稣 神圣爱你耶稣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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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我爱你耶稣 我爱你 我爱你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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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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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我一位所和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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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如爱你这一切 我爱你 我爱你 超越一切 哦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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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超越一切 超越一切 我爱你 你也很开心 我爱你 你也很开心 你也很开心 我爱你 你也很开心 我爱你 你还没说 但是还没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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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还没说 所以这个歌就是你 这个中后来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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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排你 耶稣 生命中最高的一件事 且别离难当寻求你 用我全心情 愿我全力爱你 尽管你让你荣耀 冲满全地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件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我爱你 超越生命中一件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天主 bodies 神圣爱你 耶稣 神圣爱你 耶稣 今天住在我们的生命里边 我们的人生就会不再一样 主啊 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你的里边 是充满了无限的盼望 我们感谢你 祝福我们下面这一周 都是美好的 这一周是得胜的一周 哈利路亚 是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是广传福音的一周 是家庭和美 是身体健康的一周 我们感谢你 赞美你 基于我们同在 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我们的聚会就要接受 但愿天父上帝的慈爱 耶稣基督的恩惠 圣灵保护自己的感动和交通 常与你的众儿女 与你的教会同在 直到永永远远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主 把荣耀归给上帝 赞美主 上帝祝福家人们 阿们